下面咱们就来看一下关于Continue Backward的模型 咱们该怎么样进行一个求解呢 其实在求解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想一想咱们要求什么 我们要求的无非就是说这个SET该怎么改变 以及咱们的一个输入项量这个X它该怎么改变 其实这个跟咱们传统的神经网络在求解的时候 的一个方法是差不多的 咱们就来看一下 首先就是说咱们的一个目标函数是什么 在这里我是定义了这样一个目标函数 首先咱们先来看右面这个东西 框起来的它表达什么含义 它表达意思是不是说在我预测的时候 我目标是有一个就是你给了我一个上下文 然后正常情况下我这一个上下文下面是什么 我是知道的吧 那所以说我想让你在这个上下文是我正确那个值 它的一个概率是越大越好的吧 所以说咱们是用这样一个自然函数进行求解的 也就是说使得呢我当我上下文是W的时候 然后这个词恰好为W 它的一个概率值是越大越好的 那在这里啊 其实我们这里做了一点就是说 原始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我们要对所有词啊 都这样就进行这样一计算 但是呢咱们的一个自然函数不太有求解 这个大家应该都比较了解了 所以说呢我们给它转换成了一个对数自然 转换成一个对数自然啊 并不影响我最终求解的一个结果 只不过说前面啊我加上了这样一个落个值 然后呢把累成啊改成了这样一个累加的符号 所以说啊我们接下来要优化的目标 就是我要优化这样一个对数自然函数 那么在这个试试当中啊 刚才我是不是已经给出来了这样一个值啊 就是我的一个P值是等于做什么 我的一个P值等于什么啊 咱们刚才是不是通过这个HeroArticleSoftmax啊 这个哈勿曼书啊给大家计算了一下 是不是等于每一次的分支给它累成在一起啊 但是呢在这里啊我们需要指定一下 就是说哎我这次分支你是往左走还是往右走啊 那在这里啊其实它有个东西就是叫一个编码吧 它是有个0还有一个1这样一个编码的 我们也可以利用一下这个值啊 我们可以看啊就是说 假设说我它应该是一个正理 它是一个正理的时候 它是一个正理的时候 是不是说嗯它的一个dw等于什么 我们来看正理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正理正理在哪啊 啊正理在这儿 就是说它是一个呃 它是一个正理的时候 是不是说它的一个编码是应该后面是等于0的 我们来看正理的时候 所以说dw等于0 那1减去0它是等于1的吧 1减0等于1任何数一次方还是自身吧 所以说呢我在这个时候啊 就可以通过它的一个地址 就是它的编码啊来判断一下啊 它是往左走呢还是往右走啊 选择了这样一个正理的方向 然后吧就是它是一个负力 负力的时候它的一个 它负力的时候dw等于1吧 所以说1的啊 负力的时候就是它等于1 这块等于1呢就相当于它是往右走吧 所以说相当于是这样一个合并啊 那正理等于1的时候 正理等于0的时候我们来看 这块正理等于0的时候 右边什么 任何数0四方都等于1吧 这块其实就相当于是 我把这些都累成在一起了 然后把它是不是正理 然后在它的一个上面一个角标来进行片段啊 因为是不是正理 这块只能是1 取正理的时候就是左边只有值 没有右边这个东西 取负力的时候呢就是只有右边有值 没有左边这个东西 因为啊取负力的时候我们来看 取负力dw等于1 那这块1减去1等于0 任何数0四面还是等于1吧 就相当于啊 是取正理和取负力给它判断在一起了啊 写成一个整体的表达式 那有了这样一个整体表达式之后啊 我是不是说要把我这样一个表达式啊 带到我那个私人函数当中进一个求解啊 就是啊把我的上市带到我下面 要求解的这个对数私人函数当中来 然后呢我就给它展开啊 展开完之后啊就是这个样子 那对于展开完之后啊我们来看 这一块是不是还有一个log值啊 这个log值里边成什么啊 我们因为我们在算它这样一个概率的时候 是不是说我要它要走了几个分支 我就要乘几个分支 从头到尾给它乘下来的啊 所以说啊这块有个乘法 那对于一个乘法来说 我们来看就是这个东西啊 我画的横线它有相等的 对于这个乘法来说前面有个log值 那是不是说我对于一个对数的乘法 嗯再给其他写一下吧 就是说一个logA乘上B等于什么 等于一个logA再加上一个logB吧 它来的底都是相同的啊 有这样一个式子吧 所以说啊对于这个式子 我还可以我还可以展开吧 展开完之后我们来看 log里边啊是一个乘法 所以说首先呢我把这个累乘 把转换成这个累加 然后呢对于这个底边来说呀 我们来看 假设说我把这个log符号 是不是提到这儿了 log提到这儿啊 它对于logA的X是密 相当于什么 我们可以把这个X给它提到log前面来吧 所以说啊一减去DJW提到前面了 然后呢这个log里边值照样给它落下来吧 就是把这个值照样给它落下来了 然后对于右边值来说呢 对于右边值来说啊是一样的 右边这个值啊 是不是这块也有这样一个log值啊 因为我们给它展现成一个落个加法吧 落个值 所以说把DJW给它提到前面啊 乘上一个log1减去一个C梦的函数 那这样啊 我现在就完成了第一步化解啊 我对于我的一个要求解的一个四人函数 得出来了当前啊 它的一个公式是等于什么 那这个四人函数降到于什么啊 不就是我要优化进行求解的吗 那你要优化 你是不是说你要找到一个最大值啊 在这里 我们是不是说什么样的一个contactW 能使得它的一个P值 我们看我们求的是概率值吧 让它的概率值越大越好啊